炼制 所以修行的过程呢 就是开采炼制的过程 那个金子本来就在 所以说 诸菩萨如果以大悲 饶意众生的话 就一定能够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就是说能成佛 所以说菩提属于众生 把这句话听好 菩提属于众生 佛已经修好了 佛不需要再修了 如果再修就还没成佛 他不需要再修了 完全修好了 就好像已经是提炼出纯心的 百分之百 那还需要再去炼吗 没有必要了 所以这个菩提属于众生 众生要去开发自己本具的菩提 佛已经不需要开发了 所以说 如果没有众生 一切菩萨不能成佛 因为靠了众生 所以才能成佛 那当然 我们要感激众生 要报答众生 那感激和报答 用什么方法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周围的人 要做这件事情 遥远的地方 你和他不相处 你不认识 你怎么去利益他 你怎么去报恩 报恩是要在周围的人身上落实 在和我们有缘接触的众生身上下功夫 所以 我们看周围每一个人 都是佛 这样看的话 你会试试一种什么形态呢 我们像感恩佛一样 感恩每一位众生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学佛 要在这些地方 多多下功夫 虽然很难 但是要这样下功夫 不论我们是在家人 还是出家人 不论是比丘 还是沙米 都去这样做 就不会有抱怨 不会看这个有毛病 那个有毛病 而是看自己做的好不好 我们是不是做到了 真心实意的 对待每一位周围的人 而不管他有多少缺点错误 那个时候我们不看他缺点错误 我们只是要报恩 所以就一定会随顺他 只要他高兴就行 所以 因为做不到就更要做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善男子 辱于此意 应如是解 以众生心平等故 则能成就圆满大悲 以大悲心随众生故 则能成就供养如来 菩萨如是随顺众生 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恼尽 我此随顺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身与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无有疲艳 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道理呢 因为 对众生平等 才能成就自己的圆满大悲 因为大悲是无限的 应该是圆满的 意思是对每一位众生 不同种类的众生 都是一样的看待 圆满就是最后能够全部啊 你能够做到 以大悲心随众生 是因为众生有苦 我们要给他快乐 要使他这个苦解除 那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修行当中 如果我们听话 照着别人说的做了 他就高兴 如果是原则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太随顺 他要是做不好的事情 我们不能随顺 随顺就是害了他 那不是大悲心 但是如果不是什么坏事 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 为什么不能随顺呢 我们随顺就令他高兴 令他高兴就拔了他的苦 如果我们不随顺他就苦 那我们的大悲心在哪里 所以随顺 随顺就没有烦恼了 他没有烦恼 我们也没有烦恼 我们乐的能够随顺 我们修普贤 十大愿望的横顺众生 我们落实了一条 所以我们欢喜 那他呢当然也欢喜 你就听他的话当然欢喜 如果说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他慢慢的他会了解 了解了以后他会改正 不要着急 是要用我们良好的修行 来使他认识到 他哪些地方做的不合适 如果不是以良好的修行 我们跟他争辩起来 那么他不高兴 不高兴他可能有逆反心理 他今后做的更不好 所以随顺的时候用什么心呢 用大悲心 这样就能够成就供养如来 因为让众生欢喜 佛就欢喜 佛特别喜欢呢 让我们做横顺众生的事 因为这样的话 大家都和和乐乐 大家都成就互相成就修行 你随顺我 我也随顺你 都不争强好胜 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修行的环境 从哪里做 不管别人 从我们自己做 这一点太重要了 修行人呢 他不管别人 只管自己啊 这个意思不是不管事啊 是说修行只看自己有哪些缺点错误 眼睛不看别人有什么缺点错误 不挑别人毛病 挑自己毛病 这么修 在这个意义上说 管好自己不管他人 不是说别人有痛苦 我们也不管 别人有病也不看 不是那个意思啊 下面 中文讲呀 菩萨如是随顺众生 后面都一样 不管多长的时间 不管有多么难 横顺众生啊 念念相续 不会有间断 其实十大愿望是一个整体啊 如果你把它分成十个 那我这个上面 我念念相续 没有间断 那其他的我就断了 十大愿望是一个 为了方便 我们说为实 就像我手展开了五个指头 五个指头呢 还是在一个手上 说手的时候已经包括我这五个指头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误解啊 我们再看下面的 赴赐善男子 言普洁回向者 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 接西回向 进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 愿令众生常得安乐 无助病苦 欲行恶法 接西不成 所修善业 结束成就 关闭一切诸恶去门 开示人天涅槃正路 我们先到这里 最后一项呢 最后一个大愿望啊 是普洁回向 回向 大家要学 要善于做 回向的意思呢 是我们是使我们明确 我们修行的目标 永远不要忘掉 一次又一次的兼顾它 所以做完佛事上完课 都要回向 目的就在这里 从 礼敬诸佛 乃至最后恒顺众生 都回向 回向什么呢 回向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最后都能成佛 这是菩萨发心的根本 因为从最初开始呢 就是为了能够拔众生的苦 能够利益众生 当然 要回向众生 能够成佛 自己也在众生之列 当然 自己也成佛 所以呢 我们平常都念呢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佛道 那具体要落实这些内容呢 那令众生啊 常得安乐 没有种种的苦难 还要回向一条 欲行恶法 皆惜不成 所修善业 结束成就 不是回向众生 做什么都能成 他有善恶之别呀 这个分别心 在这个时候要起作用 横顺善法 不横顺恶法 恶法让他都不能生起 善法让他大大的生起 因为我们大悲心呢 不忍看众生行恶法呀 他行了恶法 就会有恶果 就要受苦啊 所以发愿的时候 这一条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一讲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 스� 我们继续学习 《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恨愿品》 上一讲我们讲到 《十大愿王》第十 普结回向 回向一切众生成佛 但是也很具体 要回向众生欲行恶法 结析不成 所修善业结束成就 意思是要回向众生断恶修善 关闭一切诸恶趣门 开示人天涅槃正路 这个法呢从哪里开始落实 先从人天善法开始落实 不畅高调 或者说高低结合 一切众生都是佛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最后往哪里落实呢 断一切恶修一切善 从五戒十善开始落实 如果连人都做不好的话 怎么能上天呢 如果人天都做不好的话 怎么能够成佛呢 所以五戒十善呢 是修行的基本方法 要落实就先从这个地方落实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呢 修行好多年到现在 都不受五戒 那你要想想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不受五戒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能比呀 比了以后就更不受了 但是自己要减点呢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连五戒都不敢受呢 他就说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说是我工作呀 我没有办法呀 我没有办法完全讲实话呀 我做生意 不能全说实话呀 说了实话不能赚钱呢 我必须要应酬啊 应酬就要喝酒啊 我做不到不喝酒啊 这些呢都是不明白道理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修行修什么行啊 你今后还是要到三恶道的意思啊 你还愿意到三恶道 你不愿意保住你的人身呢 你保住人身就这些道理不能讲了 这些都成了没理了 你要不要得人身 要得人身对不起吃五戒 就这么简单 你说不得没关系 那你就去造 那就没得说了 先从五戒开始 一条一条落实 有人说啊 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五戒做不到 阿弥陀佛也会接应我 这样一说呢 就非常有道理了 但是是看似非常有道理啊 你到了极乐世界 五戒 你还是要持五戒啊 极乐世界 没有犯戒的人 通通都是持戒的人 你说是啊 我到了那里 我就不犯戒了 所以现在不受没关系啊 那你从极乐世界回来 这些罪业还是要消 一样 你会说啊 那个时候我有神童我有本事了 我回来消夜就快了 大悲心不够 大悲心够的人 要迅速成佛 早度众生 因为修行不是为自己修啊 从罪始发心不是为自己 是不忍众生受苦 当然自己也是众生之列 我们也不忍自己受苦 正因为不忍受苦 所以要持五戒啊 因为你不持五戒 你是必定要受苦啊 极乐世界虽然 非常殊胜 但是你 不吃五戒 你怎么能对得起阿弥陀佛呢 那是清净国土啊 自己最好弄干净一点 少给阿弥陀佛找点麻烦 那才比较好啊 是正确的心理啊 越干净越容易和极乐世界 相吻合啊 你要知道 你没有修好的话去了那里 那个莲花呀 很长时间不打开呀 你在那里还是要消啊 你是到了极乐世界了 对不起 那里给你一个小小的范围 你出不来 因为怕你污染大众 你在那里还是要持五戒的 所以我们呢 为了报佛 深恩 应该呢 能够 提高自己往生的品位 要好好发这个愿 不要找各种理由呢 耽误自己的修行 五戒十善一定要做的 进而 要勇敢的去受菩萨戒 不能修行几年几十年 一直迟迟不肯受菩萨戒 要受菩萨戒 瘦了以后呢 会发起更大的惭愧心 会更好的忏悔 那当然 往生的品位更高 成佛更迅速 这样的话呢 开始仁天涅槃正路 仁天能涅槃吗 仁天不涅槃 但是从仁天开始走向解脱 如果仁天都做不到 那是道三恶道 当然不可能解脱 解脱 解脱首先是解脱 分段生死 其次 解脱便宜生死 那要有先后 的顺序 最后得到的是 佛的圆满大涅槃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如果 众生 积极极极恶业的话 所感的一切呢 都是极重的苦果 我皆代受 另比众生 启极得解脱 究竟成就无上瀑体 发这个愿呢 带众生受苦 横顺众生 要让众生能够安乐 普及回向 回向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那众生的苦呢 就是我们的苦 所以要带众生受苦 最起码呢 要有这份心呢 我们平常人 别人如果干活累了 我们可以替他干 他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他有病或者身体不好 那别人有了痛苦 他得了病 我们能替他病吗 不能替 但是我们可以安慰 使他心灵上的苦呢减轻 心灵上的苦减轻以后呢 身体的苦也能够适当的减轻啊 因为心和身 是连在一起的 首先要发这个愿 这个愿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产生很大的愿力的时候 带众生受苦是可以做得到的 就像一个人犯了罪了 那你可以带他去复兴 可以替他去死 过去释迦摩尼佛做大鹿王 有一个母鹿因为怀了孕 轮到他了 他说他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小鹿还没有生出来 所以这个鹿王呢 就去替他受死 因为国王呢 每天要杀一只鹿 这就是带众生受苦啊 不是虚无缥缈的 广发一个愿就行了 所以没有 一个大悲心呢 很难做到 有了大悲心 有这种机会都可以做 菩萨就这样啊 普洁回向 不论多么久远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善男子 是为菩萨摩合萨 十种大愿 具足圆满 若诸菩萨于此大愿 随顺去入 则能成属一切众生 则能随顺阿诺多洛三秒三菩提 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害 是故善男子 如于此意 应如是之 菩萨如果能够遵行这十大愿望 按照这十大愿望去落实 就能够成熟一切众生 成熟的意思是说 能够引导 帮助众生 也修菩萨道 最后也能成佛 所以也是随顺自己啊 能够成就 阿诺多洛三秒三菩提 对于以上这十大愿望的真实毅力 应该这样去了解 看下文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满十方无量无边 不可说不可说佛刹 即微臣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 记住人天最胜安乐 不识尔索一切世界所有众生 供养尔索一切世界诸佛菩萨 经尔索 佛刹 及微臣数捷 相续不断 所得功德 若富有人 闻此愿望 依尽于尔所有功德 比前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至 幽波尼 沙陀分 亦不及一 如果我们只是 不识供养财物 那不论我们供养多少 都比不了人 听到这个十大愿望 因为什么 因为一经于尔 永为道中 所以 我希望我们比丘或者沙米当中 有人能发一个具体的愿 专门以后讲解这个十大愿望 来锻炼自己讲经说法的能力 为将来 贺旦如来 家业呢 打一个基础 怎么样学习呢 你先把它反复的送书 然后把它备会 与此同时啊 从电脑上找 你认为满意的 对这个十大愿望的解说 电脑上资料多得很 或者你找书 然后你把这本书再反复的读 读得熟熟的 对他其中的解释也能明了 那么你就心里有数了 你嘴里就会说 那么你就可以给 有人愿意听的话可以讲 你可以报告 你的上师 报告你的老师啊 你说我可以试一试 给居士们讲一讲 得到老师的许可以后 你就给一部分居士先开讲一次 跟大家谦虚的说 我这是第一次讲啊 恐怕讲的不好 如果有错误缺点 缺漏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指出 我好改正 因为我发愿 今后能够讲经说法 我先从这个十大愿望开始 这样的话你锻炼一次 你你就会克服自己的畏惧心理 你能够锻炼自己的本事 然后你再讲第二次 第三次 你再看其他人的讲解 多看几本 互相参考 然后你关于十大愿望的理解 认识 以及相关的问题呢 就知道的更多 讲得更好 把这个十大愿望 普贤菩萨恨愿凭 讲得特别好了以后 你可以再另外选一个题目 选一个内容再学习 这样就能够学会讲经 因为什么 因为这样我们能够使 很多的人听到十大愿望 只要他能够听到十大愿望 他的福报已经很大了 这样呢不断的给众生众善众 每一个人都要发大愿 有大愿就会有大力 要去落实 不落实大愿也是空的 就会有大愿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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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